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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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黄嘉瀛老師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多項不等式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來做一下之前的回憶 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多項式的圖形都是連續不間斷的 上次老師有跟各位同學講過 如果它的領導器是正的 那它的右上方是上揚的 所以像這一個三次函數圖形 我們就可以畫成這個樣子 然後它從右手邊開始 就是正負正負相間隔 所以如果它大於0的部分 就是S大於α 或X在γ在β之間 那如果小於0的部分 就是X小於γ 或X在α跟β之間 那這個各位同學可以看 之前的一個代字 就可以了解這個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次不等式的解 那麼如果AS-β大於0 這個我們經過一項之後 就可以得到S大於A AX大於B 那麼如果A大於0的話 那X就會大於A分之B 如果A小於0的話 則X會小於A分之B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數線上 畫出A分之B 是正的部分 或A分之B是小於0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解不等式 就是要來解滿足不等式 X的最大範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介紹 不等式的解 它就是解X的最大範圍 好這一次不等式 大概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情境式的練習 有一個家庭就是 父母親跟孩子們去某地旅遊 那麼假旅行社說 如果假父親他買全票一張 那其他的人就可以享受半票的優待 以旅行社說 家庭旅行全部都算團體票 然後按照原來的六五折去優惠 那麼假設這兩家旅行社的原價都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是就家裡面 除了爸爸以外的小孩子人數 媽媽也算 媽媽也算其他的人數 那麼如果這個其他的人數假設是A 那叫我們討論哪一家旅行社比較優惠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旅行社因為如果這個票是需要X元 那麼其他家庭的人數是A人 那你看假旅行社其實他就需要全票一張是X元 然後半票是2分之X 2分之X要乘以1加A 也就是這個小孩子的人數是1 媽媽是其中那一個1 就是小孩子人數是A 媽媽是那一個1 那以旅行社就需要2加A 因為爸爸跟媽媽是那一個2 然後A是小孩子的人數 然後再打65折 打65折就是1百分之65 然後原價是X元 所以假旅行社需要S加1加A乘以2分之X 以旅行社需要2加A乘以0.65的X 那麼如果假旅行社比以旅行社還要便宜 那麼第一個式子就會小於第二個式子 那兩邊同時都有A 而且這個票價不可能是0元吧 所以都有X 所以我們可以把X把它先消去 所以就剩下2分之3倍再加2分之A 會小於10分之13加2分之13A 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那一個A 這個A就是小孩的人數就會大於3分之4 也就是說小孩子人數如果超過2個人的時候 那你就要選假旅行社 這時候比較划算 那麼如果你只有一個小孩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參加旅移旅行社比較划算 那這個就是一個情境式的不等式的一個練習 那你要習慣去把一個真實世界的數學 把它寫成數學的式子 然後用不等式來表達 然後真實地把它算出來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2次不等式的解 假設這一個2次不等式 叫做AS平方加BS加C 我們先把它的圖形畫出來 那我們看到它跟S軸會有兩個焦點 好那麼右手邊跟最左手邊是正的 中間是負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A是大於0就是開口向上 那當然就是老師畫出來這個圖形 然後判別式又是大於0 也就是它跟S軸有兩個焦點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解得這兩個焦點是α跟β 那麼它的等於0的解就是它跟S軸的焦點 也就是S等於α或S等於β 這個就是解 那如果它小於0就是取黃色的部分那邊是負的 所以x就在α跟β之間 那如果是我們把它畫在數線上 其實那個數線都代表S軸 在αβ之間就是負的 那它沒有等號所以αβ那邊都要挖空型的 那如果它大於0它的解就是藍色的部分 x大於α或x小於β 那我們在數線上表示就是x大於α或s小於β 我們就是用這樣子來表示 開口向上然後判別式等於0 也就是這一個函數的圖形 它只會跟S軸有一個焦點 那麼那個焦點假設是α0 那如果我要求它等於0 那它當然就S等於α 那事實上這個在解上面就叫它有重根 那如果我們要算它大於0 事實上它全部的圖形都在S軸上面 除了有一點就S等於α以外 它是在S軸上面 不是在上方是在上面 所以如果它大於0 那就是S是屬於所有的時數都滿足 那有一點要剔除掉就是S等於α那一點要剔除掉 所以它的解就是S為任意時數 但是S不等於α 或者你直接從α那一邊切兩邊 x大於α或s小於α 就等於α那一點是不成立的 那如果它小於0 那這個圖形全部都是在S軸的上面 或等於0 根本沒有小於0的部分 所以它如果要求它小於0 它就是無時數解 也就是所謂的無解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開口是向上的 判別式是小於0的 所以它跟S軸沒有任何的交點 所以它的圖形都一定在S軸的上方 所以它是橫正的圖形 所以如果一個橫正要求它大於0 那它的解就是索爾的時數 那如果要求它小於等於0 那根本就是沒有解 也就是無時數解 它沒有任何圖形是在S軸下方的 或者是在S軸上面頂到S軸 都沒有 所以它如果要求Fx小於等於0 它的解就是無時數解 好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立體演練 我們要求S平方-2s-3大於0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有沒有辦法實質交成把它交成出來 我們發現有它其實就是11跟1-3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因式分解成S-3乘以S加1大於0 然後我們再從S的判斷 判斷它的正負 我們把它畫在數線上 把3跟-1把它標出來 然後最右手邊就是正 然後-1到3之間就是負 然後小於-1就是正 所以我們要求它大於0的部分 其實就是在第一個部分跟第三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求它的解就會落在1跟3 也是正負正相間隔 從右手邊寫到左手邊 所以大於0的部分就是S大於3或S小於-1 好我們再來做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把這一個函數寫成一個二次函數拋物線 那它跟S軸就剛好有兩個交點 就是3跟-1也就是30跟-10 那我從它的圖形就可以看到 它大於0的部分就是S大於3跟S小於-1 對不對 在-1到3之間它是負的部分 所以就圖形而言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出 哪邊是負的哪邊是正的 所以我們如果題目要求正的部分 那就是取紅色那一個部分 兩端的正的部分 也就是S大於3或S小於-1 這是利用圖形來解 以上就是老師跟大家介紹 多項式不等式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到下一次的節目 到下一次的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